多少人人生走到一个辛苦的过程 觉得似乎前面没有希望了 可是这个四个字又燃起了一片的希望 向前有路 向前有路鼓舞了多少遇到困境的人 甚至也鼓舞了自己 你现在不仅如此 你未来还能够更好 更加的光明 更加的康庄大道 路代表什么 能够往前再继续开更康庄大道的路 无非是仰赖着我们慈悲心 我们的忏悔心 我们的智慧多睿 我们能不能用广结善缘 为自己开一条路 透过我们的忏悔 忏悔过去种种的不适 忏悔重重过去的习气 可以说改过过去种种的不当的行为 我也重新的为自己开一条路 如果你走错路了 我的选择是错的 我过去伤天害理 我自己把自己走窄了 把自己走绝了 我要赶快回头试案 所以 人生的路是 当然你转个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指我们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什么时候停一下 回头试案 什么时候往前再走 走对方向 这都是我们在人生功课当中 必须要的学习 如果没有面向烦恼 你很难知道 为什么要灭苦 因为你知苦 你知道你分辨 这个叫沙石 这叫污泥 于是你可以从污泥当中 慢慢地知道 我不能陷在其中 也就是我在烦恼当中 我不要被这个烦恼 所陷入在这个烦恼里头 妙法莲花经 我们讲说 这个用莲花 为什么不用 这个 其他的玫瑰花 为什么没有用 什么其他的花 莲花 莲花它其实抑郁着 在一个污泥 里头 然后 在淤泥中 长出青莲 它似乎象征着 在娑婆世间的我们 在这个苦海中 长出 一朵一朵的青莲 但是能够在污泥当中 长出青莲 其实要靠妙法 如果没有法 没有力量 我们可能就在 污泥当中沉沦 我们就在五浊二世 无法自拔 所以开展的这部精妙法 里面讲开泉显时 一新 这个三观 然后甚至呢 在一念三千 很多的思想实如是 就讲出了 怎么样的开泉显时 这个诸法实相 是一个怎么样的 诸法实相 让我们理解 原来会三归一 这个所谓的 这个无二一无三 都是迈向的一佛称 那青光明经呢 如果今天用这样子的经体 来命名 光明 人生要光明 就如同我们说 妙法莲花 那个莲花 要光明 光明从哪里来 前面经 经往往是从一堆 你们如果看过那个 掏金的人 他从一堆的土壤 一堆的 可能也是 这个在掏石 掏金的 那个沙石当中 去掏出那些金矿 也就是 如果说今天 妙法莲花 今天还辟育着 娑婆世间的众生 在五卓里头 去长出一朵一朵的青莲 必须仰赖着 所谓的妙法 那金光明 金这个光明 似乎我们 这个金 就要从沙石 也是在五卓二世当中 去掏脸 所以无论是 这两部经典 无论是在妙法 来掏脸出 这个莲花 清净的莲花 或者在 一堆的土石当中 去掏脸出 人生一片的光明 让我们究竟的理解 生命的一个原理 那么看起来 掏脸 从烦恼中 掏脸 似乎就是 我们的功课了 大烦恼里头 会有大智慧 大烦恼里头 也会 产出 菩提 同样的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的修行 我们看到的 一条虫子吧 一只蚊蚁吧 一只动物吧 我们能不能也 生起那份 悲心 那份平等 看待众生 的生命 如同 我自己的生命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境界 是不太 会不太一样 看到的世界 开始 不太一样 各位有没有想到 如果你今天 在你身边每一个动物 每一个畜生道的众生 如果你想到 我也跟他说一个生理 我也能够唤醒 他那个决心 有可能他就 脱离了畜生道 救人如命 救众生 每一个众生 在他心中 是如此的平等 就如同救一条鱼的命 跟他救一条人的命 是一样的 那像他累劫累生 他多少的修行的公恨 才有这样的力量 才有这样的悲心 然后面对 每一条生命 都是如此的平等 我就想 哇 难怪 佛陀会成佛 他一世又一世的 在修行历程当中 是如此的看待 每一条生命 都如此的珍贵 难怪他在那一刻 夜赌明星会说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执着妄想 所以 大乘的菩萨 离不开 一者在 五卓二世 在污泥当中 去长出莲花 在娑婆世界 在大烦恼里头 去长出 所谓的莲花 是仰赖的妙法 听闻福法之后 领悟了那个法意 何尝不是我们在这个 得到所谓生命的光明 让我明明白白的 就是哭也哭得明白 能够这么如此的 重新再看这个世间 充满了光明 这个光明的背后 是从一堆的土壤中 去掏金 去把那个烦恼 掏恋 去降服 慢慢慢慢的 去除了那些 杂染的烦恼 杂染的贪念 慢慢的去腐成金 掏恋出来的金矿 可以做成 杯子 碗 种种的器皿 你可以化作 你是一个老师 你是为人父母 你是为人 可能在工程里面 你可能是一个 做工的人 你可以化作不同的角色 但是你的心 有那份金 那个金 代表了就是你的玻璃 就是你的修行 所以我讲 今天各位送这部经 我相信我们也希望 生命能够光明 但是我们也希望 像这个里面的经文 所叙述的 跟他们学习 跟佛陀过去 这么一点一滴的修行历程 我们就在此生 好好地修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必定能成佛 祝福大家 我们的头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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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